会议周博文 关国际时政 这里是一周国际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月22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媒体代表进行交流 回答了有关俄乌冲突的问题 普京表示 所有的冲突都会以某种方式通过谈判解决 冲突各方早晚都会进行谈判 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谈判 他指出 特别军事行动中战斗节奏加强导致了战损 俄罗斯的目标不是加速俄乌冲突 而是结束这场冲突 俄罗斯将致力于结束冲突 而且越快越好 关于美国会不会更多的插手乌克兰战局 普京称应该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这一进程 插手苏联和后苏联空间事务 普京还表示 他将签署总统令 宣布应对美西方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反制措施 明年年初将发表国情咨文 12月23日 韩国防疫部门决定分阶段解除室内戴口罩令 把强制性室内戴口罩义务转化为建议 并提出具体调整标准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珠当天主持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 就放宽室内戴口罩义务提出四项判断标准 即疫情流行趋势趋于稳定可控 重症患者和死亡病例减少 医疗应对能力充足 高危人群建立免疫屏障 韩德珠称 只要满足其中两项 韩国政府就会进行第一阶段的调整 届时政府将要求民众自行戴口罩 但维持对医疗机构 药店 部分社会福利设施 公共交通工具的戴口罩令 以保护高危群体 若新冠疫情预警级别从目前的严重下调至警惕或注意级别 或新冠的法定传染病等级从目前的乙类下调至丁类 政府将全面解除室内戴口罩令 12月24日 法国巴黎库尔德社区 一级枪击案引发的不满持续发酵 抗议者与警察在市中心发生了激烈冲突 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枪击案发生之后 库尔德社区的抗议者走上街头 呼吁伸张正义 游行最初计划在巴黎共和广场开始 并得到了巴黎警察局授权 然而游行开始后不久 很快出现暴力 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镇压 BFMTV电视台路透社和法新社发出的现场画面显示 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 街道遭到破坏 有人颤乱纵火 甚至推翻小汽车 12月23日 巴黎一个库尔德人聚居区发生枪击案 至少三人丧生 另外有三人受伤 枪手被捕之后自称是种族主义者 而这正是其作案动机 此人先袭击一个库尔德社区中心 然后去附近一家美发店 在那里被捕 12月25日 日本东京都宣布 他决定明年2月21日把上野动物园的 由中国出界到日本的 所以子女的所有权也属于中国 香香本应此前就归还中国 但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归还期限已经延后四次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香香在日本深受喜爱 许多人会因为她离开而不舍 希望日本民众能够理解 香香肩负着保护熊猫和推进繁殖的重要责任 从明年1月21日起 民众参观香香将改为事先抽签制 每天中签者最多为2600人 最终参观时间是2月19日 12月26日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发布命令 要求塞尔维亚军队 警察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武切维齐披露 根据总统武器齐的命令 塞尔维亚所有武装部队当晚开始做好动用武力的准备 武切维齐指出 军队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是为了维护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保护不论居住在任何地方的塞尔维亚公民免受恐怖威胁 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加西齐当晚确认 根据总统武器齐的命令 塞尔维亚警察部队也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将根据需要由总参谋部指挥进入指定位置执行作战任务 科索沃政府当天禁止塞尔维亚东正教主教进入科索沃 并下令提升战备状态 准备进入科索沃北部塞族聚居区 12月27日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 截至当天早上 菲律宾东米沙烟 三宝岩半岛 北眠兰老和比克尔等地区的强降雨 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 23人失踪 另外有6人受伤 通报称 本轮强降雨和洪水共导致菲律宾六个地区的16.6万人受灾 超过4.5万人被转移到临时避难所 在13名遇难者当中 有3人来自比克尔 2人来自东米沙烟 1人来自三宝岩半岛 另外7人来自北眠兰老 通报还表示 全国至少有534所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56座城镇用电和4座城镇用水受到影响 15条道路和3座桥梁暂时无法通行 造成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损失大约为7645万比锁 当天 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 向三宝岩半岛1029个受灾家庭分发了价值56万比锁的救援物资 12月28日 印度体育部部长塔库尔透露 印度计划明年9月向国际奥组委递交举办2036年奥运会的申请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 塔库尔称 印度政府将支持印度奥林匹克协会申办奥运会 作为古籍拉特邦最大的城市 爱哈马达巴德拥有世界级的体育基础 能成为夏奥会的主办城市 印度主办过1982年亚运会和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 下一个顺理成章的就是举办夏季奥运会 塔库尔披露 印度政府正在与印度奥林匹克协会协商 制定路线图明年9月将借国际奥委会在孟买开会之际递交申请 他表示 我们大家都知道 2032年之前夏奥会的举办地已经定了下来 但从2036年起我们将有机会 我相信印度将充分准备并且将递交参加奥运会的申请 以上就是本期的一周国际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